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537集 杜兆辉年仅24岁 已经能代表征荣集团来鹏城洽谈投资事宜 大笔的资金 虽有杜征荣派人来跟着监管 杜兆辉本人也能做一半的主 任何商人都是贪婪的 杜家这样白不白黑不黑的就更贪一些 灰色产业能赚的是暴利 特区的政策已经非常好了 杜家还想要更好一点 刘天权走的是小道 试图和汤红恩搞好关系 靠送礼 靠美人计 靠抓汤红恩的把柄 要杜兆辉说呀 这些都是小道 使刘天权实力不够 刘天权当然实力不够 在征荣集团 刘天权就是一个外人 能替集团来打前哨 但集团里的事 刘天权能做主吗 除了姓杜的 杜征荣谁也不信 他连自己的枕边人都不信任 三个姨态表面上受宠程度不一样 到了关键时刻 杜征荣可能全部就一样对待了 只有杜征荣的血脉 只有儿女是姓杜的 才是一家人 别管争家产 谁赢谁输 最终的赢家都是姓杜的 外姓人也能在征荣集团任职 但不可能赢过杜赵辉 唐红恩和杜赵辉接触过了两次 这个年轻人不是身形魁梧那种人 也绝对不是那种香港富豪家的精英小辈 身形比较瘦弱 存在感却不弱 唐红恩觉得杜赵辉有点轻浮 但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背后替杜赵辉出主意 仅仅两次接触 能感觉到杜赵辉的轻浮下 藏着让唐红恩心惊的敏锐 这位杜大少爷学历也是马马虎虎 还被香港八卦杂志称为花花公子 形象不符合精英印象 什么低调的高级定制 在杜赵辉身上根本看不见 他就是被世界名牌包裹着的顽固公子 闪亮的鳄鱼皮鞋 衬衣上的小金袖扣 手腕上的钻表 围纸上戴着的戒指 杜大少爷刚现身旁城市 可是好好惊吓住一部分人呢 男人戴戒指的 在八四年的内地还真没几个 包括婚戒也是以后才流行起来的 现在新人结婚 也是去领个结婚证 两个人拍张黑白证件照 贴到结婚证上 条件好的摆几桌酒席 搞定四大件就算完事 瞧见杜赵辉这样的 又和那些香港老板不一样 彭秘书都见过杜大少爷几次了 还是忍不住会偷偷打量对方 杜先生 领导请您进去 杜赵辉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 如果汤市长太忙了 我也可以多等一下 彭秘书笑笑 领导就算再忙 听到杜先生来了 也会给杜先生空出时间的 杜赵辉捧着真金白银来捧成 据说先期投资就是几千万港币 汤洪恩主管经济 总不能将这么大的财神往外推 哪怕财神外表光鲜 内里乌漆黑 汤洪恩也要见杜赵辉 金钱不是原罪 钱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 是在流通中别人赋予了别的意义 投资可以 张荣集团想要趁机踩汤洪恩的底线就不行 内地更习惯称人为某某同志 这些香港人却不习惯 彭秘书都是叫杜先生的 汤洪恩也这样叫 杜赵辉脸上有夸张的惶恐 汤市长啊 您叫我一声小杜就行 先生什么的 我也不敢当 我爸要是知道你这样称呼我啊 一定会打死我的 他的表演很是浮夸 浮夸却不至于让人讨厌 这就很有几分功力了 汤洪恩让杜赵辉坐下 两人在办公室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 杜赵辉的思维是很清晰的 结束谈话后 汤洪恩送他出门 小杜先生的意思 我已经知道了 彭称当然欢迎贵集团来投资 但是你说的这个项目 我们市政府还要开会讨论 这样吧 市政府下周的工作例会 我邀请小杜先生参与 杜赵辉的排场很大 但他没有把排场带到汤洪恩面前 走出市政府办公楼 好几个助理围上来 楼下停着几辆车 刘天泉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 赵辉 谈得怎么样 哎 汤市长不知道为何 对我们集团有意见 一是谈不成 也不要着急 自从来了彭城后 刘天泉每天赵辉长 赵辉短地叫着 好像真是杜赵辉的亲舅舅 亲舅舅也没有这么粘糊啊 在杜家以外 杜赵辉是从来不给刘天泉面子的 亏得刘天泉脸皮厚 能自说自话 杜赵辉一向不搭理刘天泉 这时候 却露出一个罕见的笑脸 汤市长可能对曾荣集团有意见吗 嗯 这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啊 我们的投资计划 彭城政府很有兴趣 汤市长本人也十分的看重 已经决定 下一个星期 要在市政府工作会议上正式讨论 还要邀请我参加会议啊 几个助理都赶紧拍马屁 赞美之词 快把杜赵辉给淹没了 刘天泉简直呆了 怎么可能 杜赵辉才来彭城多久 就让汤红恩松了口 那岂不是趁得他十分无能 杜赵辉也不会撒这种 很快就会被拆穿的谎话 杜赵辉对拍马屁的助理们没理会 走到车前 身材魁梧的男人站在那里 杜赵辉将手里的文件夹扔给他 我丢 你 你他妈是不是傻啊你 学了这么久连这点眼神都看不懂 我丢 哎 被骂了 男人才后知后觉 要给大少爷拉开车门 杜赵辉一路骂着人一路跑了 几个助理面面相觑 也很快钻上别的车子追上去 刘天泉狠狠踢了一脚车门 杜赵辉这个小崽子就是这样 在渡家大宅时嘴甜又和气 出了渡家大宅 他就是这目中无人的高傲样 而且还谁都不信任 哪怕是杜赵荣给他派的人 杜赵辉都爱理不理 不 也不对 杜赵辉身边那个男人 杜赵辉走哪都要带着 听说到杜赵辉身边没多久 却把之前的一些亲信都挤开 刘天泉心中一动 从杜赵辉的这个心腹下手行不行呢 爱财还是爱色 还是两样都爱 杜赵辉能给的 刘天泉也能拿出来 如果能帮上忙 刘天泉会给的比杜赵辉还多 刘天泉只知道 那个男人救过杜赵辉 是一个大陆老 一路把杜赵辉背回香港的 至于这个大陆人是什么来历 刘天泉还真不知道 杜赵辉经常将这男人骂得狗血淋头 那几个助理 别提有多羡慕夏大军能挨骂了 对 就是叫夏大军 一提起夏这个姓 刘天泉本能就不太舒服